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这次事件的主角食物 咖喱饭里的咖喱 更是必须在一大早就要开始料理 因为日本人都相信咖喱要在煮好之后放置一段时间 再翻热一次才会更好吃 所以负责煮咖喱的小组 早上八点半就开始准备了 煮咖喱的地方是在其中一户著名家的车库里 距离林真虚美家约20米 距离晚上游园会的广场大概10米 参加了煮咖喱整个过程的主妇大概有20多人 其中林真虚美还担任了这次煮咖喱小组的组长 上午11点半左右的时候 咖喱就煮好了 他们用驴子把锅封了起来 准备要放置到晚上 让咖喱变得更加好吃 封锅前总共有6名的主妇试吃了刚煮好的咖喱 但是他们试吃之后身体都没有出现任何的异常 上午11点55分 身为组长的林真虚美才出现在煮咖喱现场 据说他去到后第一时间就和忙了整整一个早上的组员们道歉 说自己早上身体不舒服 去医院看病了 所以没能准时参加 但是这些主妇们并没有接受他的歉意 而是摆出一副对林真虚美很不满的姿态 甚至还有人说了一句 咖喱都煮好了 你还来要干嘛 林真虚美当然也感受到了大家的怒气 只好自己也气冲冲的跑回家里去了 和自己的先生抱怨了几句 但是最后还是决定换好衣服 再回到煮咖喱的车库里帮忙 大概12点15分左右 林真虚美再次回到了煮咖喱的现场 这时现场就只剩下了两名主妇在看守着咖喱锅 据当时距离煮咖喱现场十米远的一名十几岁的青少年回忆说 他看到了走进煮咖喱现场的林真虚美 遮遮掩掩的拿着一个粉红色的纸杯 并要着咖喱锅附近走来走去的 虽然看起来和那两位守着咖喱的阿姨们有在讲话 但是明显感觉到他有点神不守舍的 好像在策划着什么 少年当时也没有多想什么 看到这里就离开了 12点20分左右 那两名主妇也离开了煮咖喱现场 换由林真虚美来看守 从这个时间点开始 煮咖喱现场就只剩下了林真虚美一个人 直到下午1点钟左右 又有几名主妇前来接替了看守的工作 然后林真虚美就离开回家去了 下午4点整 主妇们把咖喱锅端到了油园会现场的小摊子里 开始准备晚上的分发咖喱饭的前期工作 下午4点半左右 附着白米饭的林真虚美 端着饭锅来到了油园会的小摊子 他和其他组员含炫了几句之后就和大家说 我今天晚上和朋友有约 所以晚上的油园会我就不参加了 今天晚上我就帮不了大家的忙了 真的很不好意思 然后就离开了油园会现场 晚上6点左右 油园会正式开始 咖喱饭也正式开始分发 大概6点半左右吃过咖喱饭的居民 纷纷开始呕吐 腹痛 甚至瘫坐在地上 10分钟后救护车前来救助 而另一边乡的林真虚美一家 只在6点20分左右出发前往卡拉OK赴约 据说他们一直玩到深夜才回家 林真虚美之后表示 他们那天晚上回家后 完全没有发觉社区里有发生了食物中毒的案件 第二天丈夫打开电视 看新闻之后才知道这件事情 听完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觉得 林真虚美的确是最有嫌疑的人对吧 毕竟从头到尾就只有他一个人 有单独守候过咖喱锅 再加上被人看到他拿着可疑的纸杯走来走去的 而最最最可疑的应该就是 大家都被咖喱中毒事件的乌云笼罩着的时候 他的一家人却刚好完美回避了这次的灾难 这很难解释到底是巧合还是刻意的安排 这次的中毒事件总共导致了63人受伤 4人死亡 经过警察的调查发现 引起大家中毒的就是那天晚上所分发的咖喱 咖喱里里面被检验出含有P霜的成分 P霜被吃进人的肚子里后会转化为亚生酸 从而引起腹痛呕吐等中毒的症状 重则会导致死亡 那警察又是为什么会怀疑到林真虚美的头上来的呢 事发之后为了寻找下毒的凶手 警察向和歌山市原部地区所有居民做了问讯 一轮问下来之后发现了一个共通点 那就是大家对林真虚美一家人颇有为辞 林真虚美是一个性格非常古怪的人 林真虚美会往河里偷秧拉机 他们家没有一个人在工作 却过着非常体面的生活 他们住豪宅开豪车 听说这些钱都是来源于保险金赔偿 针对这些来源于众多邻居的流言蜚语 警察把目光瞄准在保险金赔偿这个点上 马上展开了调查 这不查不知道一查不得了 警察发现了林真虚美的先生林建志 前前后后总共作为保险受益人 获得好几次 加起来快8亿日元的保险赔偿金 其中获赔的理由都刚巧是亚生酸中毒 原来林先生之前有经营过一家驱除白蚁的清洁公司 而批霜就是当时驱除白蚁最常用的药物 所以林先生的公司里面 常年都存放着批霜之类的毒物 他公司的职员也理所当然的会常接触到批霜 于是林先生为了套取高额的保险金 联合当时还在做兼职保险推销员的林真虚美 在半哄半骗 甚至在某些员工都还不知情的情况下 为所有的员工都买上了高额的人身保险 并且都把受益方写为林先生的公司 上完保险之后不久 林先生公司的员工就开始接二连三的 因为轻微亚生酸中毒而入院 因此林先生便暗地里接受了多次的保险赔偿金 总计金额高达八亿日元之多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怀疑 保险公司又不是傻的 为什么可以连续那么多次获得这样的赔偿 而不引起大家的怀疑呢 原来林建志夫妇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 甚至很心到林先生自己也服下了微量的披霜 自己中毒被送进医院抢救过来后 最终还落下了终身的残疾 如果是为了骗取保险金的话 正常是不会自己给自己下毒的嘛 所以保险公司也就真的相信了 认为这应该是因为他们公司员工 常年都会接触到披霜 所以发生的意外中毒会比想象中要多一点 八亿的保险金到手之后 林家夫妇就把清洁公司给关掉了 搬到了现在的房子里 过起了游手好闲的生活 但是这件事引起警察的注意后 就变得没那么简单了 警方依据自己多年的办案经验 马上认定这一定是有目的性的保险金骗取案件 于是在毒干利事件的两个月后 1998年10月4日 警察以榨取保险金的名义 逮捕了林家夫妇 并趁机向法庭申请了搜查令 进去林真虚美家里展开的搜索 想着可以顺便调查一下 毒干利事件与这家人是否有关系 结果经过地毯式的搜查之后 真的就发现了林家大宅里面 还存放着大量的皮霜 经过科学鉴定后还发现 林家里面存放的皮霜 和毒干利里面的皮霜 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最后林建制被告 恶意榨取保险金 林真虚美则被告 榨取保险金之外 还加上了蓄意杀人 和杀人未遂两条罪名 对于诈骗保险金的罪名 林家夫妇很快就认罪了 林建制因此被判了六年的监禁 而林真虚美因为被冠上了 杀害四条人命的罪名 而被判了死刑 对这个判决 林真虚美始终不肯接受 始终坚称自己 只有诈骗保险金 而并非这次毒干利事件的真凶 那么法院又是以什么证据为由 认定了林真虚美就是凶手的呢 证据一 现场物证 警察在案发现场里 找到了一个纸杯 经过检验后 发现纸杯上残留了一些披霜 这些残留的披霜 和毒干利里面的披霜 还有林真虚美家找到的 都完全一致 而且搜查林家时 也找到了大量的纸杯 在当时的日本家庭 一次性纸杯也并非是常用品 证据二 人证 刚刚前面所提到的 大概12点15分左右的时候 林真虚美被附近一名少年 目击到手里 遮遮掩掩的拿着一个纸杯 并在咖喱锅旁边 很不安的走来走去 像谋划着什么 证据三 惯犯推理 林真虚美承认了自己和丈夫 合谋用披霜毒害员工 以骗取高额的保险金 作为一个常下毒的惯犯来说 法官认为 他再次犯案并不足以为奇 表面上的证据 似乎都明显指向了林真虚美 但是法院单凭目击者 带有主观意识的证识 和林家中收到的证误 还有嫌犯有前科这些间接的理由 就轻易地判下了死刑判决 所以这一结果 瞬间在日本社会中 引起广泛的争议 虽然支持法院判决的声音 占了大多数 但是当中也有不少人 甚至是专业的法律工作者 都认为这个死刑 吓得有点太鲁莽了 所以支持林真虚美 是冤枉的人 纷纷组成了后援会 希望可以查到更多的证据 以推翻法院的死刑判决 经过林真虚美的代表律师 和资源会的努力收正之后 他们发现了这次的判决 有以下的疑点 法院判决依据里面 最重要的物证 也就是刚刚说到的 案发现场所找到的 残留着P霜的纸杯 这个纸杯上面 完全找不到林真虚美的指纹 而且残留P霜的纸杯是蓝色的 在林真虚美家缴获的 所谓大量存放的纸杯 则是白色的 这不足以证明 这个纸杯就来源于林真虚美 第二 关于P霜的同一性问题 前面说到了林真虚美家 缴获的P霜和毒咖喱里面的 还有纸杯里面残留的P霜 均为同一物质 但是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就是 和歌山市贩卖的P霜 几乎都是同一个厂家生产的 同一厂家生产出来 同一P次的货品的话 化验结果被认为 同一物质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并不能直接证明 毒咖喱里面的P霜 就是来源于林真虚美家中 而且在2014年的3月 京都大学一位叫何和润的教授 还抛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证据 那就是这位教授质疑了 当时鉴定手法 存在了很大的漏洞 经过何和润教授 用最新的鉴定手段 重新鉴定后发现 林真虚美家所发现的P霜的浓度 是非常低的 而在纸杯上所发现的残留P霜 浓度则高达98.7% 假设纸杯上的P霜 是来源于林真虚美家中的话 如果移动过程中 有所杂物参入的话 也只会是从高浓度变成低浓度 而不可能是从低浓度变成高浓度的 也就是说几乎可以肯定 纸杯上的P霜 并非来源于林真虚美家中 第三 目击证人的证词可信度存疑 首先目击证人是一名 当时才十几岁的未成年人 他的证词中所提到的两个细节 都后来被证实是有误的 第一个就是他声称看到 林真虚美手上拿的纸杯是粉红色的 但是案发现场找到的 残留P霜的纸杯是蓝色的 而林真虚美家中 存放的大量纸杯则是白色的 完全找不到所谓的粉红色纸杯 第二个就是证人说到 林真虚美在咖喱锅旁边 不安的走来走去 那时候的林真虚美穿的是白色T恤衫 而后来经过查证 林真虚美案发当天 穿的一直都是黑色的T恤 所以说这位十几岁的少年的证词 并非是完全可靠的 法院根据林真虚美是多次下毒的冠犯 再犯的可能性很高 作为了佐证 认定这就是这次毒咖喱事件的犯案动机 但是这次的无差别下毒事件 却和林真虚美以前放下的下毒案 有个明显的区别 那就是林真虚美在事件 并没有为任何人上过人身保险 也就是说这次的毒咖喱事件 并不会为她带来任何的实际利益 这也和她之前下毒骗取保险金的做法完全偏离 而且就算是林真虚美和主妇闹矛盾的 所谓复仇动机 相信也不至于会在 主要是分发给小孩子的咖喱上面做手脚 林真虚美自己也是四个小孩的母亲 应该不会做出牺牲小孩子 来惩罚邻居的行为 这起案件在完全没有决定性证据的情况下 日本最高法院都还是给不断上诉的林真虚美 维持了原判 并在结案时留下了以下的致辞 即使当局无法查明被告犯罪动机 但是她长期涉及保险金诈骗的杀人未遂罪刑 可以说是犯罪倾向根深蒂固 极为残忍 若犯人不是林真虚美 则无法解释前因后果 林真虚美始终斗不过世间人对于她的固有印象 惯犯这个撕不掉的标签 最终决定了她的命运 林真虚美到今天为止 依然还被关在牢房里 等待着死刑执行的那天的到来 如果凶手真的是她的话 则希望这次对于她的惩罚 可以还给被毒咖喱夺走的四条人命一个公道 但是阿易最担心的是 如果林真虚美真的是被冤枉的 那么这个国家不仅亲手扼杀了一条无辜的生命 而且更可怕的是 真正的恶魔还在逍遥法外 她很有可能游走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 我们不知道下一次的毒杀事件又会在什么时候会发生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讲到这里 大家觉得林真虚美是真的凶手呢 还是被冤枉的呢 或者大家对于日本法院这次的死刑判决有什么看法呢 请留言告诉阿易你的想法 并和其他观众分享一下你自己的观点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给我一个赞 并帮忙转发出去 最后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聊 我们下次见